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有一天出去爬山回来 突然发现整栋大楼停电 要停24小时 这么久 这下惨了 怎么办呢 总不能等到明天 全身爬山爬得香汗淋漓 几乎都要累垮了 最好赶快能够回到家里洗个澡休息 对 夫妻两个一商量说 好吧 80层楼 我们慢慢爬吧 就当做爬山吧 那爬到20层楼的时候 这个老公受不了了 他就跟老婆说 好累 老婆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把这个背包放下来好了 等到这个店来了 我们得从顶楼坐电梯下来拿 那好办吧 老婆就好高兴 跟老公说 老公 你好聪明 我们就这么办好了 两个人就把这个背包给放下来 如释重负 两个人开开心心走上楼去了 好 到了40层楼 开始不对了 两人开始吵架了 都怪他 他怪他 他说你为什么不注意这个停电消息呢 那你为什么不注意呢 两个人就争执 两个人互相都在怪 怪了半天 于事无补 先生就说了 我们这样争执也没有用 还有一半的路呢 还得慢慢爬呢 是啊 总不能再下去再等吧 我们还是耐着性子 慢慢爬上去吧 两个人边吵边走 终究还是爬到60层楼的地方了 不容易 对啊 老公就跟老婆讲说 老婆我没力气了 我们别吵了 剩下20层楼 走完就算了 走吧走吧 就继续再爬 是啊 终于 终于到了80层楼了 两个人瘫坐在门口 腰也酸了 腿也抖了 力气都用劲了 太太说 老公你赶快 把把钥匙拿出来开门吧 老公说 你关门的钥匙在你那儿 我交给你了 可是我 我放在背包里了 那背包不是在20层楼的地方吗 对啊 在20层楼 其实这个故事流传很多版本 这个主角可以是夫妻 可以是兄弟姐妹 可以是父母跟子女 也可以是兄长师生 或者长官跟部署的关系 也有人说 这个故事其实是个比喻 就好像我们的人生 对 我们在20岁之前 背负很多大的期望 好像背了一个大包袱一样 等到过了20岁 就终于可以把包袱给丢了 无拘无束过人生了 可是到了40岁 就开始懊恼了 后悔了 对于自己的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生活周遭的范围也好 通通充满了不满 可是等到60岁 想想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应该要好好珍惜 所拥有的眼前时光 这样才不会后悔一辈子 是啊 到了80岁的时候 就应该是要 回蒙离忘的时候了 可是很多人呢 这时候回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在20岁的时候 还有很多理想 是还没有实现的 是啊 各位观众 您是否从这个小故事里面 也会想到 应该要好好珍惜 我们自己的人生 充实自己 让自己达到理想 做到今生无悔 的确我们在追梦的过程中 每个阶段呢 都应该要回蒙凝望 看看自己的处境 再想想当初的初衷 圆梦厨房今天是第十三集的播出 那么也是完整的一季的播出了 也该是回眸的适当时刻了 所以这一集我们要请大家 跟我们一起回头凝望 看看我们过去做的十二集故事呢 有没有符合我们圆梦厨房的精神 一道菜 一个梦 一声感谢 一片真心 2013年 华世青全力打造了一个 高画质制播 高品质制作的全新节目 圆梦厨房 圆梦厨房要圆什么梦呢 圆一个相聚 感恩 送暖 关怀的梦 让各年龄层 各种社会背景的人们 都有一个机会 在电视频道上 诚心诚意地做一顿饭菜 和他们生命中的贵人欢聚 并且说声谢谢 圆梦厨房 是一个在摄影棚内 搭建的享受空间 圆梦厨房是一个诗与受者 在这里可以互相表达 关怀之意的地方 厨房是料理美味的房间 圆梦厨房则是烹调梦想的地方 好味道的秘诀是 酸甜苦辣的调和 毕竟生命的幸福感 从来就不是单一的 圆梦厨房希望透过节目 让来宾用关怀 以及感恩的心 亲手做料理 用厨艺来传达心意 借着饮食大家相聚一堂 让感动从舌尖直达心房 欢迎光临 圆梦厨房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圆梦厨房第一集播出的时候 对观众朋友们所做的承诺 我们节目中 不造神 不追星 只是传达平时生活中的感动而已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要回顾过去一季的精彩片段 李姐啊 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集啊 那是《万沙浪》那集了 《万沙浪》真的不容易 她也是我们台湾歌手当中 第一个登上 大陆春晚节目的歌星 她因为喝醉了酒 摔伤了脑部 一夜之间失语 失智 失能 幸好她的女朋友Judy 一路上不离不弃 带着《万沙浪》到处求医 《万沙浪》的真情告白 真的让人动容 送医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认得人了 但是她回顾紧等你 对不对 她醒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星光医院 碰到我之后 她两肋盈眶 然后看到我 她非常的紧张 然后就 她就看到我之后 她就一直讲不出来这样子 我过去抱着她 然后她就说背地 我说对 我是背地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她是没有办法言语的 没有办法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她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然后不要难过 那时候我就很痛苦 差不多我再苦 然后她也在苦 那我想我不可以这样 我应该坚强一点 如果这样走下去 交路更长 因为我就决定 我就说 把餐厅全部卖掉 带了她去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去拯救 到没钱的时候 那我就心里又担心又难过 那我哭的时候她也哭 她知道你难过 她知道我难过 你知道她难过吗 对 她知道 对啊 你知道她为什么难过吗 没有办法 对不对 哭就是哭啊 那我这个人有好面子的 又不喜欢就是接受人家的 所以到我没钱的时候 我就卖房子 没钱的时候卖房子 对啊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跟她生活在一起 不像以前 像夫妻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变成她是一个小孩子 音乐 音乐 人生最幸福的三件事 就是有人懂你 有人陪你 有人等你 世间知音难寻 但是我们访问了一位艺术家 徐浩翔 跑到蒙古学习独特的呼迈唱法 吸引了五个志同道合的知音 组成了海马乐团 团员的妈妈还不收分文 借出场地 甚至帮忙煮晚餐 帮助这群瞩目的年轻人 完成对表演艺术的热情和爱 这真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 一群原本没交集的人 因为对音乐的热爱 心中牵引着一抹灵犀 这个小小小的阁楼成了这群音乐人 心灵羞气的乐园 这个我前面会说 什么 想说今天有人 这群就像是余伯牙和钟子齐的知己 在觉得自己的想法被挑战的时候 就会嬉笑怒骂 来表达对音乐的感受 所以佳琪 你在听到我唱高音的时候 你不用做这个 你就飞好 就自己飞掉 对 对爸爸真的是比较抱歉 我知道你很想要 对我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以前很叛逆 我只是很单纯地认为说 为什么你不让我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会很生气 但是有一次他跟我讲的话 让我反省了很久 他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只想到我自己要什么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都没有去在乎到爸妈 其实他们会希望 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对 我觉得那句话 他对我来说 让我反思了很久 就其实我有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但是他也有 但是他的生活 就是很不可避免地跟我牵扯在一起 然后我又一直去忽略这个事情 所以我会 我很想跟爸爸说就是 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请你放心 对 我绝对 我绝对 我绝对不会去做任何的坏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就是 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努力到 有一天是 你会愿意跟人家承认的 以你为荣 有一天 他已经以你为荣了 爸爸会以你为荣 有人说他们是台湾之光 有人称他们是神力女孩 幕后推手就是女孩们口中的教练 郭老 心目中的第二位爸爸 这个在大家面前总是刀子口豆腐心的教练 听到女孩们的心底话 还是忍不住流下男泪 郭老我有话想对你说 在我们大家和郭老目标一致的那一段时光 一股热忱说选就选 选上了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可怕 郭老你依然在前面帮我们开路 我们大家都依靠在你身上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会努力 会尽力做到最好 我会让郭老对我们的感到欣慰 没能用什么报答郭老对我们的好 就唯有不要让郭老对我们失望 就是最大的回报 谢谢郭老